她后来跟那个人过得好吗 过了 她那个孩子比我的儿子小三岁 她过了三四年吧 又离了 完了又早一个 完了这个今年是十八了吧 天啊 哎呀 这人 这人好像性格上有点什么缺陷 条件好嘛 她搞房地产的 有钱嘛 男人 多数都是 是吧 那她现在还管孩子吗 就是我家孩子从来没管过她 就是一分钱没拿过 没管过 她就没影了 你也扫不着她 但是我一想 你可别来 你来你抱走一个 我就精神病了 但是人家也不要就走了 有了喜欢的人 她根本孩子不在于身上 你是能那么想 一男嘉宾她不那么想 那现在您在找的话 有什么要求吗 就说理想中是什么样的 就像我喷那个 她不那么想啊 她得要形象 她得要年龄 她得要条件好 她得有房子 她得有房子 我现在想找的那什么 就只有标准的就是 最起码第一点就是 做感情专一 不能说在外边 就是你过气的什么样 我不管 你有啥呀 你能给我啥 我先问你 你能给我啥 我都有 你能给我啥 对我一心一意的 别再在外边就是 交些女朋友啊 手机也不断的 微信啊 偷摸着聊天啊 也藏着掖着的 你这样的 对我一心一意的 说得多具体 你那样不 叔叔 你那样不 你微信里边有多少个 唠嗑的知心女友 我这个男龄都过半白了 也没有 谈不到什么爱 也谈不到什么 我现实 这个岁数找二婚 我现实 就是跟他考的时候 现在有个女朋友 或者是有女的微信 很正常 如果一旦选择了你爱的人 我因为那个 不应该再有了 那以什么为节点 因为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对啊 有人没有啥 你还不得个人过呢 对啊 您就说了啥都没有 那不是啥 我就爱你 我就呵护你 我照顾你 那不是 这不结了 说啥 要不然我能几眼呢 我因为我们相识以后 就彼此之间 没有这个意思 要再没有的话 那就等于心里头 还装到另外一个人 但是你同事 女同事也给删吗 你的女同事 你也要给删吗 这个我这玩意儿 我觉得啊 我自己掌握 他应该也有掌握 就是同事和朋友 或者异性朋友 这个应该有区别的 对吧 亲近朋友 这里边就包含有男友女 对吧 我以为的 就像他刚才想的 和我想的是不是一样 就是那个 暧昧关系的朋友 不能有 就比如说的 我有个大姐 比我大五岁 她也是一性女 但是她也有家 但是她也是 就像朋友吧 那你说我不可能 前两天她有病 还给我打 就要自驾 还犯了 但这事也是朋友 我们在飞机上也认识她 那你说要有几里 你这样的朋友 都不让有了 那我做不到了 你那先知的你有什么 你能给予我什么 你在要求我怎么 你什么也给予我 完之后 你让我 我怎么欠你 弄该你 那你刚才说 这个大姐要支架 给你打电话 是让你去帮忙 没有 还是就跟你诉说一下 就说的 我差一点见不到你 那是很正常的 现在这个讲究期间 已经过了 给我打 但是只要是说 我们什么 你过去的一篇 我给你翻过去 但是你要是偶断思连呢 没有断思连 那样是我接受不了 这是朋友 今天在这个场合 我说也可以 我说的 我现在不能欺骗你 如果我们相处 那就一心一意相处 我现在还真有些烂事 尤其是女的 还没解决 甚至呢 你比如说有个女的 跟我出朋友 我也 当时咱也没说别的 跟我借钱 跟现在的钱还没还我的 你要钱先给你二百 给你一千 借了多少啊 借了好几万 多少时间 你说我现在就跟他不来往了 那你这钱就不要了 那你这个钱是分 怎么给人家的借的 不是给的 借的嘛 我知道 那你两个是不是 有情人的总关系 你借的 不是谈恋爱的关系是吗 也不叫谈 反正就算谈恋爱的关系 那你俩先分手没 早就分手了嘛 一年多 一年前的事的嘛 我说是一年前的事 他咋办呢 咱女嘉宾 那这种情况 咋说 这朋友就是跟 底下就跟 最好就多一个脑子 就这么好 然后不存在夫妻 然后这夫妻 和这个朋友 是两个 那种嘛 那种吧 你留着行 就是说别是那个 藕断四连的那种 就是 我要跟你讲的 那个意思呢 要倾诉这些事 我因为我是坦白的说 眼儿相处 必须得分享你啊 你老要求别人付出 你能付出啥 你有啥 神祖对不对 我要是很荒唐的 跟你说 行 我都不让 所以头头摸摸的 我因为对不起 对吧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包括婚姻也是一样的 物质一定是 有一定基础的 然后我们再谈感情 因为物质是外壳 爱情是内涵 是吧 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 认识这个人 不管是在什么平台 在哪个地方认识 你识别这个人的真伪 那是你自己 去需要思考的 真的一旦 谈到钱的问题上 认识多长时间 怎么来给这个钱 额数有多大 这你一定要 很好的识别 两个人能组合 如果要是有缘 它组合到一起 应该就是 就是出事 要谨慎一些 要把握住这份感情 所以说就是 不论是男还是女 咱们就是之间的 就是一性朋友 尽量的就是 注意一些是为好 那你两位还有什么 要问对方的吗 因为闹的也不少 也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二位请起 来 到这边来 男嘉宾说了这么多 他之前的感情经历也好 还有他之前谈女朋友的 这个相处的方式 包括借钱的这些 为啥 就是因为 其实内心是过于善良的 太容易轻易相信别人了 你要是对的 遇到一个善良的女人 啥毛病不犯 你要是遇到了一个 这个是有点什么小心思的人 那你真的是 咱就不好说了 那到底我们女嘉宾和男嘉宾 有没有机会共同的去面对未来的问题呢 今天就是一个节点 两个人可以相互的认真的考虑一下 好 来咱女嘉宾稍坐休息 一会儿见